詞曲 李宗盛 佛手本身它是一個 我們叫佛手印 它是代表佛教一些法 一方面給他們吃 吃飽以後人才有精神做其他 然後教他佛教的方法 讓他可以解脫 摩訡和筆頭 以他們老一輩講 摩訡筆頭就是讓人開竅的意思 做起來以後 第一個摩訡是旁邊裂開 筆頭是中間裂開 那個就代表他們有點像佛教說解脫 多吧 普度來講 現在人還是會擺 但是越來越簡單 這個東西 以後可能就是 變成一個古董 放在博物館介紹人家 因為你現在做以前的東西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做了 像摩訡筆頭我也沒做了 像你要訂還訂不到 因為沒有人做 為什麼人家有的喜歡吃手工 為什麼人家有的喜歡吃手工 手工那個感覺跟機械的是不一樣 所以你每做一樣東西 那個東西都非常講究 怎麼做怎麼做 手的力道都要注意 最重要的一個 不只是做這個傳統 其他也一樣 你做事的時候就是要用心 你如果沒用心的話 你東西是做不好的